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問必答》的環節 這次嘉賓就是Wafi 和我們解答一下家庭觀眾的問題 Wafi 你好 聽聽電話旁邊接聽了是有李小姐的電話 李小姐 你好 Hello 想問 首先會空 63元有貨 想問如果家庭應該有甚麼位置 好啊 另外 我都忘了想問你 是不是2318 是呀 是呀 平保 也是沒有貨的 看看甚麼位置適合可以入 好啊 我們先看看5號會空 見到63元有貨 另外想看看甚麼價位可以加 見到現在59.05元 現在偏遠跌著3號半指 還有兩天香港時間 星期四的時間 美國各方面應該會公佈他們的家人加息 Mafi 加息的話 是不是對國際金融股也有利好呢 這個時候是不是應該都靠得住 如果以回 當然的確同意花點 來看就是看美聯儲議息結果 當然這樣說 加息都預算了很大機會 但正如今早說過 這刻其實大家除了看加息之外 其實比較重要的一個看法就是加息之後 究竟條路如何走 即是加得快不快 看看步伐是怎樣 或者幅度是怎樣 這些大家是要看的 但以現階段自己的估計來說 我覺得一來 現在大家就預算都加了 變相就算走了這一步也好 對國際金融股 沒錯 實質的營運上說會有幫助 因為特別息差方面會有些支持 但就在股價上看 我覺得未必會太大反應 因為大家都已知一定加息了 但另一邊商來講就是步伐 我預期上其實步伐 相對也不敢說太快 所以相對溫和之下 整體來說我覺得對匯控這些國際金融股 不算太有大刺激性 但當然你說加得息 其實整體對它們在的利息差方面是不錯 所以我覺得就叫做溫和地好 即是又不會令到一個人知道股價大升 或其他東西 但又不會說因為加息之下 股價隨便變 我覺得是平平平穩穩 所以就著加息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會控其實好值得再穩穩 稍為加加 但說得穩穩的話 這樣就變相不是建議你立即的打擊 因為從價錢的走勢來看 其實你看到三條線光了給你看 頗有指標性 以之前來說 比較大的支持位就是60元邊 中間這條線 近期就跌穿了 而未跌穿之前 其實就在大概60至63元邊 就不斷上落了一段時間 但如果你在這刻穿了之後 下面支持或者看什麼 其實就畫了這條線58元 因為58元拉過去看 除了是9月份上升裂口 裂口底位之外 也都是9月初這個底 所以會藉著這下 肖像在反覆的時候 可能會控補上升裂口 所以比較靚一點的價位 我覺得你第二柱 考慮58元左右才買 如果有機會去這些位置才考慮買 如果不能到的 就由得它 因為夠了63元左右 其實現在59元 差4元不是太多 所以我覺得如果到不到 58元或者58元樓下 就絕對不要先賣 我覺得夠了就有得先拿去 另外一個是23100平保 未有貨 想問一下什麼價位可以考慮吸收 今天看到平保方面 就是跑贏大市 升幅有超過百分之一 都看回德隱發表份報告 對於國子的看法比較正面 說今年整年累積下跌一成二 估計明年國子應該可以反彈一成 國子明年年底可以重返一萬點水平 上半年可以看到高位一萬一千六百點 因為主要雖然內地經濟增長放緩 但可以受惠財政政策擴張 房地產的投資復甦和信貸增長等等的推動 所以他們建議增設內地的金融類別 和科技等等的股份 都平保榜上有名 平保建不建議在現界去吸納呢 當然平保來計 其實看法上我自己就不是太過差 但當然唯一擔心的地方就是A股 因為其實這一堆無論平保也好 或者內險股也好 都好受回A股的左右 變相A股這一刻仍然是反覆的話 對這一堆股份來說 股價都可能有點拖著後腿 所以變相縱使我自己對它整體的看法 不是頑皮也好 但始終A股這一刻都沒有太過好 或者是完全做得比較好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買這些內險股 都是可能分住少少 或者是不要一次過買完一注貨 比較好一點 因為始終平保來說 自己本身看得好的主因 其實不斷都強烈過 一來他本身本業 特別保險業務做得比較理想 你看到普遍收入增長其實還是不錯 而且以業務性質上說 它都是比較分散 無論銀行保險證券全部都有 反而對比其他內險股來說 我覺得相對風險上是分散一點 自然我覺得對它的看法是比較樂觀 只不過暫時計 如果真的要維持的話 看看股價未來幾天 究竟能不能再站穩大約40元 如果真的40元這個位置很站穩 我覺得才考慮部署進去 然後到射計 等它再破大約43個半樓上之後 中線以大約47元做目標價 而下面我覺得只要不穿大約37元樓下 其實暫時問題不是太大 好啊 這個時候我們看看另一位家庭觀眾 另一位都是李小姐的 李小姐你好 Hello 880奧博呢 喂 你好 880奧博呢 現在這個位買是不是危險些 它是否想穿52周低位呢 好啊 都看880 真是穿了 已經是去過5.21 見過最低的 現在就做5.24 這隻股份呢 是不是都比較弱些呢 大行那邊都在唱淡 因為說發包 就猜明年貴賓廳下行壓力是比喻其大 都呼籲大家減持永利 還有澳伯 澳伯又是榜上有名 這隻股份是否建議吸納呢 其實暫時你真的不是這麼建議 因為其實本身講真句 整個博彩股 或者博彩板塊 其實一路二來看法都不算特別好 因為之前雖然說過 曾經充惹著這個第四季 會隨著基數低約之下 可以叫做 賭收做好些 以令到博彩股可以做好些 這個當時是這樣的 曾經有一個衝勁在 但是見到就過去這幾個月 當然十月份數字未知 但是從十一月十月這些數字來講 縱使去年基數開始低得好 但是我連跌幅都依然有成大約三成 變相都沒有太大改善 都幾意味著 其實賭業本身的情況 還不是那麼理想 再加上近這一兩日又再炒一些 所謂內地對銀聯卡的監控又再加強 變相對博彩股又有些影響 變相都會擔心著 接下來他們的 無論是中場或貴賓廳的收入 都繼續有影響 變相以奧博好 或者整個豪島版也好 其實不斷都不太建議考慮 再加上奧博本身來說 其實就雖然這樣說 很多隻在路坦方面都枕著項目是出來的 而奧博也有 但是我覺得以他的步伐上說 較其他幾家 譬如剛才的銀魚金沙更加慢 即是本身行業已經看得不好 他還要出得慢一點的時候 變相更加吃不到 即是那些可能伸長的因素 所以如果這分這樣說 似乎數落其實沒有什麼好的因素 其實是圍繞著他 所以自然他影響價都完全反映了兩天 就是不斷在找低位 到今天來計算 其實就真的再穿了底 那今天最低5.21 那也穿了 大概9月30號的底 5.23 那面上還是一個底 低於一個底的時候 都幾顯示股價 我覺得未必這麼快 是有一個反彈機會性 而且以這兩天來說 這樣穿下來都好 其實沽壓還是稍為多 即是還多於前一陣子的成交 所以如果沽壓還是比較重的時候 我覺得接下來再穿5.22 機會性還是高 所以我覺得到現在沒有貨的話 就真的不要急著買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想買東西也好 考慮一下其他貨好 但澳博來講 或者浩島股也好 我覺得其實不是這麼有直迫性 是的 澳博真的比較危 李小姐有沒有其他股票想問一下 好的 1979的天堡 我看它連上市的7毫1都穿買 我想問是否可以5.5買呢 反彈呢 5.5 5.5 5.5 還是現在這個位置買呢 我也不知道買不買 好啊 都看到這隻都是新股來的 天堡集團 我們之前上星期的時候 就收報的時間是升一倍 賺了很多 今年來講做得最好的新股 今天就跌了一成 現在最新在報6.6支 如果穿5.5支的時間 先考慮好不好 創的最低是6.5 這樣說 如果回到這隻股份 5.5上市 上市頭那兩天都是微微微小 特別第二天高見過1.4.2千 只不過到今天回來 才有個明顯的回落 跌了一成 跌下來也好 現在都還在6.5指 6.6指 即是還在焦價樓上 但是你說這些博不博呢 說真的 其實現在的新股 很少真的從基本上去看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說真的這堆上的新股 沒有哪隻是大 或者沒有哪隻基本面 真的有個很大吸引性 但是只不過偶爾炒 純炒到你可能是半生股的概念 或者比較細隻 貨也都比較乾 才是炒上的 所以你問到這隻天堡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但是你說是否等到5.5指 穿了焦價樓下才博呢 我覺得這樣說 如果真的來穿5.5指樓下 我相信股價更加之大 因為剛才提到 本身大家在世界上是賺錢的貨 即是全部都在過幾 或者是樓上 如果本身賺錢都沒有走 一穿焦價大家一定是搶著扔 所以我覺得到時候股價更加之多 所以我覺得倒不如你真的想博的話 即是深思思想試的話 當然我覺得駐馬不要太大 但如果你想試 倒不如就在現在這個位置 大概六毫多指 小小地試一試 純粹拼一拼 就看它拼不穿焦價 我覺得穿焦價五毛半指 才考慮指示走 如果不穿的話 反而看有沒有機會 打上九毫子樓上 做一個短期的目標 明白 多謝李小姐你的查詢 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都差不多 和Wafi你做申報先 剛才講過的股份 請問有沒有持有的 也沒有 多謝你的分析 休息一會 進來回來會有全日總結的環節 待會再跟大家見面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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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